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提出动保政策 表示台北市平均每四户 就有一户饲养犬猫 更应该积极提供动物友善的环境 透过福利保护教育 这三个面向来打造友善动物城市 未来还要强化友善宠物公车 并示范捷运宠物车厢 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召开友善动物台北更好政策发布会 表示未来将从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以及动物教育 三个层面推行动保政策 包括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建构宠物友善交通 提升动物收容品质等 八项具体作为 我也提出三个层面 对于未来动物保护如何在台北市落实 福利保护和教育 所以接下来会一一的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简单的跟大家谈 我们在福利层面 我们会建立动物友善医疗体制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宠物友善交通 动物保护 我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 成立飞犬猫案件调查组 推广友善续情水产品 第三 教育 校园推广生命教育 建构领养教育制度 关于动物福利的部分 我们希望未来 是否可以跟民间业者积极合作 推广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的契约 减轻四肢跟毛小孩的医疗费用负担 因为其实在台北市有很多 是因为当我们饲养宠物的时候 有些朋友 他们在饲养间的过程 非常开心 跟宠物之间的互动 但是当他一生病 或是接下来不定时生病 很多的医疗负担 造成他们的压力 然后产生弃养 所以为了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及我们希望更加的扩展 现行我们在进行的宠物保险制度 我们要推定型化宠物医疗保险契约 所以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会努力的目标 第二 打造动物友善环境 我们希望在内湖流浪动物之家 尽速动工 其实现在我们的规划也确定了 就是我们地上盖四层 不再往下望 希望加速这个整个工程的施工 那打造以动物为本的动物之家 除了提供友善流浪动物空间 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未来 当我们新的动物之家建好以后 可以纳入更多的生命体验 教育等等 让孩子都能体验生命教育的课程 其实这边有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目前 共有17座 我知道到年底 可能就有19座 狗公园跟狗活动区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打造 多元狗公园 宠物友善交通 我们希望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强化宠物友善公车 先从周末优化公车路线开始 再慢慢地推广到平日 带动四主机宠物 友善旅游与运动风气 第二 我们可以开始试办 捷运宠物车厢 仿照日本的新干线 固定时段 飞尖峰时段 试办捷运宠物的车厢 我们可能规划 某一个专用车厢 利用周末 或是飞尖峰时段 让宠物及四主 能够共同享受 愉快搭车的旅程 第二个层面 刚谈到的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临扑杀政策之后 其实相关的配套并不足够 收容所空间亮起红灯 所以这边 这个数据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其他县市 包括新北的五谷 八里三只 台中的动物之家 南屯园区 或是厚里的园区 其实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流龙最大值 跟目前在养树 台北市市 目前流龙 收容量大概450只 但我们在养树 已经705只 所以这个是已经 造成空间完全不足 但我们已经 还是在收容 这样这么多的流浪动物 未来我们的动物之家 不只是收容 领养 还可以纳入更多 包括生命教育 等等相关的课程 然后呢 对于动物 提供相关的医疗 还有包括行为矫正 等等训练 都纳入在 未来我们友善动物收容 最后的指引 第二 关于动物保护 未来希望能够成立 飞犬猫案件调查小组 其实大家 不管是看新闻 或是比较熟悉的 都是对于 犬猫的 虐待案件 或是判断 会比较容易 但是 大家不要忽略了 很多非犬猫的动物 其实 也常常受到虐待 第三 推广 友善续情 水产品 其实现在台北 我们是要跟国际接轨 也应该是要引领 台湾食物系统 环境友善 消费者友善 动物友善的模范 作为市长 我更要让市民 吃得安心 与心安 第三个层面 也是最后一个层面 动物教育 我们希望 校园 推广生命教育 不管是 涵盖 动宝教育 食农教育 生命教育 动物福利教育 等等 我们培养师生 对于动物的 同理心 能够对于动物福利 五大需求领域 五大自由 有充分的认识 另外 很重要一点 我们希望 为了台北市政府 动宝处的 动宝网站上面 可以增设 小动物友善 饲养指南 也就是说 现在 我们希望的 不只是对于 犬猫 大家所熟悉的动物 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他们饲养各种 小动物 不管是兔子 仓鼠 等等 当然现在 我们动宝处网站 有类 针对这些小动物 提供相关的 饲养教育 他们的 饲养方式的指南 但我们希望 能够扩大 因为现在真的 饲养的 小动物非常非常多 我们希望把 正确的观念 跟知识 很清楚地 传达给我们市民朋友 减少不当饲养 及弃养的问题 建构 领养教育制度 其实这就是 连接前面我们谈到的 不管是动物福利 动物保护 加速我们 动物之家的建构 打造台北成为 友善动物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现场民间动物保团体 也提供建议 并肯定蒋万安提出的 动保政策 动保团体 一直很期待 政治人物 能够跟动保来对话 因为动物是不会讲话的 他们也是一个弱势 很高兴我们的 蒋万安候选人 在几个月前 就开始有跟我们 动保团体来沟通 所以其实今天这些政策里面 都有纳入一些 我们动保团体 长期一直来 想做的 希望来做的 那当然我们台北市 的动保资源 相对全国其他县市 是最高的 真的都是倍数的 但是我们认为 资源可以用在 更有效的地方 可以更好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这个宠物公园 我们台湾现在六都 就有60座宠物公园 那全国加起来是71座 那台北市现在是 跟桃园是 每一区都有一座 狗公园 或狗活动区 但是呢 这些狗活动区呢 都是设在 比如说河滨 或者是树木很少的地方 所以它的使用率 就会偏低 所以我觉得 我们候选人提出 把它社区化 是一个非常好 那我觉得 目前应该是 我们候选人是最先 很正式的来提出 这个动保政策 那我们也非常的 肯定他 希望他能够当选之后 能够为我们台北市的 动物磨狐狸 蒋湾也强调 会参考新北与台中的做法 在台北市动物之家 规划体验室生命教育区 提升四主的责任教育 从源头管理 流浪动物弃养问题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武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 黄深山在928教师节当天 公布了教育政策 要把五岁幼儿纳入台北市 国民义务教育 另外三岁四岁的幼儿 纳入台北市 免学费的幼儿教育范畴 并加倍补助私幼的学费 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从幼儿教育到成年的终身教育 黄深山详细阐述理念与政策 争取选民的支持 第一个就是幼儿教育纳入 五岁为义务教育 然后三四岁才免学费 第二部分学费补助从13660每个学期 我们希望它翻倍到一年 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元 六百四十元 那另外是幼儿教的师生比 大概是一比十二 这个也是目前大家都有共识的方向 那最后是国际教育 我们每年会变点一亿点的预算 五岛级台北市长参选人黄深山 公布教育政策 在幼儿教育方面 她将推动四大重点 来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并提升幼儿教品质 幼儿教育大家最近都在提到说 因为在台北市物价高 房价高 生养不易 所以大家都在提出 各种不同的加码政策 那我个人认为是 孩子的未来不能够耽误 所以要投资 也要投资在孩子身上 那我也请市政府 之前我们有精算过相关的 这些教育成本 那今天我们提出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政策就是 纳五免三四 纳五的意思是 义务教育纳入五岁 也就是我们现在 义务教育是从六岁开始 那五岁一直都是 从中央到地方 现在其实都已经 是到过免学费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 目前台北市的五岁的孩子 其实进到公佑的比例 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也就是说几乎只要是五岁 都可以进得到公佑 所以其实他已经实时的 做到义务教育 那我们希望说推动在台北市 因为全国要做到义务教育 并不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台北市 把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会使我们台北市 马上而且立刻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把五岁纳入 台北市的义务教育 只要在教育基本法 和地方制度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立法 直接来修法在台北市先实施 所以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这是可以现在就做 而且可以立刻做 只要法案通到议会 我相信议员也都会支持 那免三次 就是三次罪 我们希望他能够加来是 朝向免学费 免学费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佑 还有非盈利 还有准公共化 每个月还是要付 一千 两千 三千块的学费 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 如果免学费的话 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 提出十二亿的预算 就可以完成了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减轻他 三四岁孩子的学费负担 所以这部分加起来 免学费的话 大概以十二亿为目标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果公共化已经达到 相近现在达不到70%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市民 他必须要训练私幼 那私幼的部分 在科士党任内 我们是每个学期13660 那以现在台北市的物价 还有相关的房价 以及我们希望减少私幼 跟所谓的公共化的 这个的学费差距的话 我们的13660必须要加倍 也就是怎么样让公共私幼 里面的补助 能够让家长的负担 跟念到公共化的差距 慢慢的减少 所以减少的话 13660每学期 我们希望一年有54640 第三个就是公共化的比例 现在是70% 我们希望慢慢朝向7580目标 那老师们最关心的就是师生比 师生比目前教师团体一直都提出 我们虽然少此化 我们希望能够精致化教育 而不是不断的减班 所以应该是说把师生比降低 是第一优先 所以师生比现在是1比15 我们希望直接可以做到1比12 但是这必须要花费一些相关的经费 就是市政府在教育基金来支出 那最重要的是现在不单单只是发钱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幼儿教育里面的师资品质提升 因为发钱 我相信所有家长只要是好的他都愿意出钱 但是如果找不到好的托育的场所 找不到好的老师 找不到好的学校 这才是他烦恼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品质能够提升 让老师能够久任 让老师在这里面工作的安心 然后对孩子的照顾 还有他的品质是提升的 我相信让老师安心 我们的教育品质才会更好 有关老师们的权益 黄珊珊也提出包括合理的工作量 确保合理待遇等多项证件 那我是一个妈妈 我常常就觉得 对老师是每一天影响孩子 然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那校方对于教学现场的尊重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达到刚刚讲的四方共鸣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教育的现场 所以老师的权益 第一个合理的工作量 因为我们现在有教师法 有工会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最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还是应该去斟酌它的合理工作量 第二个是成长的资源 我想老师都常常必须要不断的联习 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 然后这个成长的质量 可能必须要由政府来帮他们提升 第三个待遇的部分 常常我们很多的待遇能比跟其他外面的比较起来 其实我觉得以老师的部分的待遇可以再更合理的来做一些调整 另外师资跟教学环境 我们要重视他的资源 因为研习跟教师的自我成长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他最好的后盾 另外就是友善的亲师关系 亲师合作的平台的机制的建立 而且他的效能的提升 因为要增进对话 常常在学校有一些误会 有些家长可能跟老师的沟通 有一些误会 所以那个对话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是家长会跟教师会担任这个品机制 那我们希望说再把这个平台的机制建立得更完善 让大家除了教育的现场 教学的内容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增进对话 然后让大家到一个学校里面很良善的来治理 另外成人的终身教育 黄珊珊也提出要推动待兼学习 老幼共学的政策 所以终身学习包括长辈 他不可能去写下棋学摄影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对他身心健康很有帮助的事 所以台北市有乐理学习的白皮书 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城市 任何时候任何时间都可以学习 那所以我们要想要推行一个待兼学习的老幼共学 也就是我们希望在十二个行政区都可以有长辈跟小朋友 他们可能在学习语 他们可能在学他们的 他们可以共学 老幼共学这件事情 应该可以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完成 尤其是台北市 我们现在可能有社会住宅 社宅里面可能有老人有小孩 其实在各个社区里面推动待兼学习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另外就是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现在有非常多 我们十二个区域有十二所 那几乎叫做几乎都是额满 甚至爆满 那表示我们的周深学习的风气非常的盛 所以增加社区大学的时根量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成立一个 比较跟现在的社区大学的形式 可以有更多的新的经济 比如说他可以做金融财经素养的教学 他可以做一些职人达人的训练 他可能甚至可以做一些 跟他现在的工作求职 或他自己的相关的工作上面的提升 他可以去做一些他专业上面的培养 所以再成立所谓二点领满的社区大学 跟现有的社区大学 做一个升级或者是结合 或者是新社 就让这个学习的数根量更多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还 报不到社区大学的名额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所谓终生学习的量 这场教育政策发布现场 从幼儿教育到终生教育 五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共提出了12项主题的教育前瞻政策 要将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的台北市教育 再往前继续迈进推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举办教育政策记者会 以巩固根基培植创新为主题 针对国小代理教师的比例高 高中多元师资不足 幼儿园师生比过高等现况 提出了三大面向主张 持续以政策诉求台北市民的支持 首都选战倒数两个月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公布教育证件 针对三大面向主张 包括降低国小代理教师比率 高中共聘师资 编列经费调降幼儿园师生比 不足现行不足之处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近来大概 代理教师的问题被提出来 最多在国中小 事实上本来是有8%的代理教师的原额 但是在台北超过50%以上 是超过了8% 那当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代理教师的权益 就会被抹杀 那当他权益受到抹杀的时候 其实教育教学的品质相对的低落 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在结构性上面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要把代理教师比例 拉为了8%以下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结构改善了 那教育也会得到改善 那相对还有代理教师 因为他是代理 他一年一聘 最多只有两年 工作不稳定 心目不可以说在学校里面完全掉了 不是说不好 就是结构的问题 就会产生教育品质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去把它相对的改善来 那第二个他学校也都是用教理来代理教 不是迁行正职 迁导师 迁行正职 这一些工作不稳定 工作不稳定 工作不稳定 在学校保重心 学校的老朋友 家长对他们信心似乎也不足 因为觉得这件不够不够 所以这国中小里面在根基上面 我们觉得这个需要把这结构再来做一点补强 那至于在 这是国中小 那高中在108年 我们的多元课纲开始了之后 是一个好的方向 事实上要让教育更灵活 让大家能够有在多元学习 那很多项的一个选修 那有校定的地修 很完整 让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可以让学习能够更好 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也就是说 很多样 很多样 老师的报告 但是老师的报告呢 不是 全部都是固定全部的 所以相对的量也不是那么大 我意思说 这个好 这个选修的课程 可能我们是全好 这大家来逛 可能说10个20个 这来逛 那你大家学校都要来聘这个老师 那相对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用这样子 等于是附近的 所以让他有一点像是大家合作用共聘的方式 那由市政府 市府这边来做一个规划 让这个哪一个学校聘哪一些老师 然后互相来合作 那这样在最少 最少的人力下 他可以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在高中在因应108年课纲 既要达成就是100个课纲里面希望的一个目标 那也能够减轻学校的负担 让他变成可行 那教育的品质也要来提升 那另外在幼儿园 我们长期一直都是1比15 1比15 那1比15其实老师要过 实际上没有过 现在的孩子 我们就知道像我以前小孩没想到 老师画得比较这个就这个 现在已经无理由这个了 现在都是要很人性化的 所以1对15 我们认为在教育的品质上面 带领的照顾的品质上面 都比较稍微不足 那看到先进的国家 其实大概都已经10以下了 那也当然我们因应实际的情况 那因为这有私自的问题 那学校还有幼儿园金语的问题 所以已经被编列大概5000万的费用 那在这一阵里面逐年的改善 希望能够达到现在 市府现在已经在做 他们现在准备做时间嘛 500万做10件 我们现在想要让他较快的 较多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到100件 较5000万 然后最后在技职的体系 技职的体系 技职的体系其实是在我们教育中 变成一个模糊的空间 有的人把技职 较好的技职 也是继续再变来 那真正有技职需要的 又受到忽略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把技职那一块 把它弄好 完全要说跟学校跟那个 跟产业做建教的合作 这一块由市府出来 帮忙来媒合来做 一起用学校的力量来做 那应该能够更好 让技职能够上轨道 那另外我也认为说 在这里面的奖励等等之外 那其实政府也要拿出一些态度来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在技职里面的学生 到国外去比赛 其实有些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怎么样在市府这边 能够设一些奖项 与奖励鼓励 那如果要出国去比赛的时候 那也可以资助 补助相关的一些费用 让学生在上面得到荣誉感 那自然这样子的技职教育 就会导向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向来 陈时中说 以前教育的目标是会读书 但现在还要有才艺 具备语言及输为能力 更重要重视身心灵发展 以前追求标准化 如今已在翻转中 要让小朋友们快乐多元学习 然后再创新 创新大概是两个 基本上台北大概英语的教育 也做得不错 但是全面性上升不足 但我知道它现在正在发展中 那但是呢 从英语教育里面 大概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 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资源进来 怎样让国外的学生来台湾 学中文的 或是一般来学的 那怎样跟我们来合作 到学校里面去寻回 跟大家能够产生这个沉浸式学习的效果来 然后另外在数位学习方面 这里面很重要 他们提出一个混成学习 那混成学习指的 就是说等于是跟学生拎财私教 那有落后的可以及时补强来 那现在看起来很多县市做得不错 昨天陈老师也特别给我提 说台南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那未来我可能跟台南 跟黄市长在那边来取经 看怎么样把这地方好的方式再引进来 然后另外呢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里面 其实有教材的问题 那还有老师的问题 老师有些相关的落差在 学生有老师也会有 所以怎么样 做一个辅导团 去跟老师沟通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数位学习的能力 都能够提升来 另外要设立一个多元创新的教育园区 在这里 在一个园区里面 其实也等于是让各种的实验的教育 都在这个场域里面能够来进行 那互相观摩 互相来学习 然后最后 当然就是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们只能说在特教这边 也不能被忽略 虽然它是非常的不容易做 但是我们更要 每一个学生都不容忽略 所以里面 我们要充足我们的助理员来辅助教学 提高专业的陪伴时数 那当然我相信这个也会被我们的对手再来批评说 这个是要花钱 而我也知道是要花钱 可是这个钱你不能不花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能够帮忙辅助 那教育 不管从生活面或是在教育面上 他都需要 所以不能因为这需要花钱 而让这东西的缓慢 那当然有些协同的教育等等的 这是数位学习的伙伴 双与数位的学伴 这里面指的就是说是我们可能有一些 比较相对有的目标群还是指一些退休的老师 可以来帮忙里面能做一对一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的特教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 陈时中强调 教育环境的改变对老师教学者的压力增加很多 因此对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唯有支持教学者才能产生整体力量 将来一定会全力支持学校和老师 共富跟进 黑子创新 每一个学生都重要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年纪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台北市长选战三强鼎立情势 候选人无不卯足权力拼选举 不仅要勤跑基层 努力端出政策牛肉 更要争取选民的好感 立委费洪泰认为蒋万安明代出身广纳民意 加上诚恳认真的个人特质 相信会将台北市带向更好的未来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剩下65天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 陈时中蒋万安黄珊珊三位候选人 每天形成满党 不仅要勤跑基层 努力端出政策牛肉 更要争取选民的好感度 与蒋万安同事立委的费洪泰认为 蒋万安明代出身广纳民意 加上诚恳认真的特质 相信会将台北市带向更美好的未来 蒋万安委员有他的特殊的人格特征 他很诚恳 非常认真 而且做事情有头有尾 我想在立法院将近七年的时间 慢慢让大家了解他 同时也就肯定他 这次台北市的选情 三强鼎立 平常讲不太好选 但是蒋万安委员 他的个人的人格特性以外 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大家都联合起来 都动起来 再加上我们中央党部 还有我们立法院 大家都开诚布公的 大家谈如何来促成这次选举的胜利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来刻骨 但是我想还是候选人的本人的人格特质 蒋万安真的是 我是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我相信他日后治理台北市的话 他会用脚踏实地把台北市带向更好的一个前程 尽管与对手陈时中和黄珊珊相比 蒋万安少了政务官的历练 但费洪泰认为 基层团队动起来做蒋万安的分身 就能成为最强的后盾 我想除了他本人以外 他的团队 以及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立法委员 以及我们各地的志工 好陪我们 大家都做他的分身 把这个意见 从选民那边 汇整以后 传达给他 最后让他变成一个决策 我想这就是亲近选民的一种方法 同时也融合了大家的宝贵的意见 如果他一个人要去面对260万人 那不太可能 只有他的分身 像立法委员 市议员 里长 大家都广纳亚言 请听民意 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面对竞争激烈的局势 三位候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极力提升在选民心中的好感度 才能在选战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陈淑平 林奇慧台北报道 科技业高薪福利家 限上了许多上班族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高达5成8的受访者 对于抢进科技业跃跃欲失 而过去以学历作为选材依据的科技业 对于非高学历相关科系的上班族 只要是掌握要领 还是有机会挤进科技圈的载门 科技业高薪福利家令人称陷 不过究竟上班族 是否人人都想挤进科技圈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5成8受访者 对于抢进科技业跃跃欲失 只有不到三成表示没有意愿 想要从事科技业主要原因 有近8成4是因为优渥的薪资待遇 不过想要领高薪 除了具备优秀外语能力 筛选学历向来是科技业的选材依据 但非高学历相关科系 也还是有机会抢进科技业 根据我们这次的资料库盘点 可以发现说在去年同时期 工程师的工作机会数是9万笔 但是到今年来到了11万2千笔 这成长幅度是来到了年成长25% 那当然跟这个人才外流 还有相对来说各大厂都在招募职缺 这个抢人抢得很凶 当然国外的订单不断地在增加当中 相对来说也让这些科技大厂相对的非常头痛 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也提出建议了 其实过去大家都会以这个学历来做初步的筛选跟盘点 但其实在现阶段有很多的科技大厂 他们已经改变了做法 首先是从诚学合作开始 可能从私立的科大或者是私立的大学 开始来预约人才之外 另外当然还有在这个就读工程学系的女性来说 我们从2009年到2019年来看 当时是32% 现在来到了36%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女性工程师的这一块 还是可以打破框架 来多运用一些女性的人才 那另外还有不见得一定要是本科系出身的人才才能进入科技业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有可能财块专长的或是法务专长 甚至是贸易专长的 其实都有机会做一个跨领域的去说比方考证照 又或者是修习自己的外文能力来进入科技业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再觉得说一定要念相关的科技或者是工程类才能够进入科技业再抢这一块大饼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像是区块链相关的金融科技类 其实呢在目前科技大厂也很需要了解金融业的人才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又兼具金融方面的长才 那你本身呢又有在考这些比方说城市语言的证照 对于这个科技业来说反而是更加抢手 其实就我们来看的话呢 的确是有高达三成的这个上班族 虽然说他们不是科技业 但也并不向往进入科技业 那大家最顾虑的就是工作时间的长短 但是呢相对来说工作类型比较接近的一般传统制造业 他们可能就会考虑要转进科技业了 因为呢相对来说工时可能差距不大 但是呢这个薪资幅度可以调升的跨度又更大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就会有这样子的向往 大学念文组的江小姐原先从事金融工作 大胆转入数位部门 经过两年磨练与进修 成功进入外商科技业 薪水直接返倍成长 今年大四的萧同学就读明星科大电子系 因为考取半导体封装测试工程师证照 抢进科技大厂实行 不仅提前接轨职场还能月领四万元 过去的话是文组毕业 然后我曾经在分行的环境就是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分行的时候就是有慢慢觉得蛮多事情都会往那个数位化发展 然后零贵的人其实也慢慢做是减少这一块 那那个时候其实会想要往资讯领域 那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比较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利用下班时间去进修 然后也是想说就是想办法先进入相关领域 那进入相关领域的话就可以去做中学 那第一个的话也算是会比较了解里面的运作 然后跟企业会比较想要哪方面的人才和技能 其实进入相关领域的话那就会认识相关领域的人才 然后如果下班后进修的话有卡关的话也可以去询问同事 那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非相关领域想要往资讯页的话 会有两条路就第一条路的话就是能够先去做进修然后再转职 那第二条路的话就是先想办法进相关领域 那做中学的话也可以去学经历这样子 因为刚开始想说就是一开始想说会不会这个产业就很有 就是憧憬就对了 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产业就是薪资会越来越好 然后就想说往这个产业发展 因为一开始我高中的时候是读资讯 然后后来就慢慢听老师来说觉得这个职业可以就是不会跟铁饭碗差不多 但薪资也会跟铁饭碗差不多的价格 对甚至比铁饭碗还高 那我就想说那我觉得我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以薪资方面来说 对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动手操作 然后就往这个方面继续发展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考取那个证照 就学校辅导我们考取证照 然后它是就是在工厂可以碰到的那些机台 比如说打线机或者是切割机或者是上片机 这些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的 但学校有辅导 然后我们就去考取证照 然后可以用那个证照 然后去让公司想说可以比较容易上手这样子 黄若薇建议想要转战科技圈的非理工背景求职者 首先要建立自身的外语优势 并找出人资费用不可的理由 如此一来才有机会挤进科技圈的窄门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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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其谈关心您 由媒体主办的迈入第三年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昨天公布调查评比结果 基隆市连续两年获得永续城市的优等奖 恭喜基隆市连续两年获得永续城市优等奖 我们恭喜基隆 在主办单位公布下 基隆市副市长您有发从周刊发行人手中接下讲座 这已经是基隆市连续两年拿下永续城市优等奖 今年基隆市以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再生能源装置容量成长率 及营利事业营业销售额成长率等三个项目 在非六都主与宜兰彰化同货优等奖 您有发出了感谢市民的支持与配合 也强调基隆市政府团队将继续努力 在兼具社会力经济力及环境力的发展下 打造基隆市成为永续移居城市 基隆市事实上在 不管再从我们的社会面 我们的经济面跟环境面 事实上市长上任以来 对这整个的都非常的投入跟努力 虽然基隆市在北北基陶的共同生活圈里面 对硬指标来讲 基隆市是处于比较不利的 那但是我们在其他的部分 我们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连续两年的得奖 那在这一方面 当然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一边我们基隆美丽的山 海港的这个特色 然后去发挥把我们城市建设成一个健康 安全宜居 然后能够以国际 永续城市接轨 依据联合国SDGs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为基础 并与调查机构合作 以客观公正数据指标及民调结果 综合评比全国六都与十五县市 在永续治理及具体施政的成效表现 主办单位认为 今年各县市政府在各项指标数字表现 都有很大的进步 今年的调查 我们的社会利益 环境利益 经济利益 都是在指标上都是往上走的 只幅度大或小的问题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也在看到我们所有 这个县市政府首长团队的努力 第二个是在经济力上更是突出 当然这也是得以 台湾的特殊的战略位置 跟我们的经济的长期的努力 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燦 屏东县长潘蒙安 嘉义县长翁张良 嘉义市长黄敏惠等 都亲自出席领奖 并与其他县市分享自理经验 主办单位期盼 透过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让21县市相互参考交流 整合彼此优势 推动经济共农 社会共好 环境共美的永续愿景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 金融市屋林平均达33年 因此金融市议员郑文婷 在质询的时候 就特别关心金融市都更进度 同时建议要加快修订 金融法令 以鼓励建商前来投资 都发处表示 明年将成立公办都更 专案办公室 用小区针灸法的方式 逐步推动 让都市更新 不只是建筑改建 而是让地方再生活化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先播出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提出 将设立都更特工队的做法 认为可以作为金融的借禁 曾召开都更座谈会的 曾文婷建议金融市政府 加速相关法令修订 以提高建商到基隆 投资都更案的意愿 之前也有举办过 都更的一个讲座 我们也邀请这个 在台北市 他们从事都更 甚至围绕成功的 这些建商来说明 其实他们提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其实金融的 这一个法令的部分 还来不及跟上中央的一个法令 也就是说在法令的征修上面 必须要加快脚步 让建商他赶进来金融投资 除了房价这个问题之外 我想他们认为 这个法令的这个不明确 造成他们却步 这个也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这边提供给处长做参考 金融市政府都市办处长 徐燕新表示目前金融市 共有8件都更案 15件围绕案 接下来计划明年成立 公办都更专案办公室 用小区针灸法方式 逐步推动 怎么样跟重要一定要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 所以今年有争取 112年在都更基建预算 也开始我们要做一个 公办都更的这样子的 专案办公室的 持续去协助很多的土地 例如邮局在 新二停车场旁边的土地 例如未来在中正区 还有一些土地 甚至我们未来在盘整 这个捷运沿线之后 有大笔的公有土地 或是国营事业园土地 我们都可以主动出局 然后去做整合的美和 金融市长 宁耀昌泽进一步认为 应该做战略性更新地区规划 并透过重大建设的引路 有成效的解决都市计划问题 依据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策略 还有在这个阶段 所已经达成的这个 阶段性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做一些战略性的 这个更新地区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再搭配 我们现在的一些 重大的建设的引路 以及这个 现在都发处已经在做的 这个农机的策略 移出跟移入的地方 那我们才能够把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这些都市计划的问题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把它同步的做一些解决 另外这问题也关切 仁爱区邻里公园不足的问题 并因应区公所经费不足 呼吁公园管理市权应该予以整合 这问题强调整合的好处 有助于市权统一 美化市农及促进观光 呼吁金融市政府妥善思考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而对于机动市议会副议长 林沛祥踢报 市府隐瞒对安乐区通勤族 非常重要的资讯 就是首都客运9026 11月1号将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交通处长苏先知回应表示 副议长误解了 市府还没有收到正式定案的讯息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踢报 对于安乐区通勤族到台北南港 非常重要的首都客运9026 11月1号将改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而且将更改路线 由一高下细止增加四个停号站 市政府主管单位交通处长苏先知回应表示 副议长林沛祥误会了 市政府交通处一直努力关注持续反应 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定案通知 我想分两个部分 副议长可能有点误解 8月的会刊的部分 基本上是监理站 针对于国道路线设站点的部分 他会请教地方政府设站点的位置是否适当 纯粹只是设站点的处理 所以我们大概区公所还有交通处这边 大概都有配合出席 至于说这个路线的部分 它的班次或者是运营有所影响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持续跟监理单位跟公务总局做反应 那之前也有反应过 那事后也有再持续的这个反应 我想这个国道客运的这个服务 我们希望还是能尽量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 一个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所谓的这个什么 客运营运的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那据我了解 它这个部分它还是属于在筹备的这个阶段 那过去我们知道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业者的营运计划 基本上它已经经过公务总局的 这个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 捐取他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筹备 那相关的部分是不是属于所谓的接死或者是替死 我想这个目前我们有持续的反应 那公务总局这边也在协调相关的业者来协助做处理 都还没有完全确定的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个讯息 而在议事厅主持议员总咨询的副议长林沛祥就表示 轮到他个人总咨询时会一并问清楚 让众多9026通勤族确实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安乐区热利二街上周发生的土石滑落 虽然已经清理完抢通了 但山壁边坡上还是有几棵大树的树根裸露在墙上 金融市议员林沛祥 秦真 郑凯玲紧急办理会刊 建议区公所 公务处先进行树木移除 另外针对照明设备不足的部分 将研议设置新的路灯 发生土石滑落山壁已经清理完毕 但担心再发生意外 下方没有人再敢停车 山壁的边坡属于四任土地 一旁设有警告标示 注意落石 上周发生土石滑动之后 这区居民就发现 山壁上还有三棵大树 树根抓着山壁 安全有疑虑 我们这边看到还是有一棵 应该是榕树 现在整个盘在这个山壁上面 可是我们现在也很明显的看得到说 山壁其实经过昨天的大雨之后 这边山壁还是湿的 所以假设再一次大雨的时候 随时这整棵树会滑动下来 早期的自然形成的一些路树 那因为这里有外来的这些鸟 这等等的这些种子掉下来之后 经过一二十年来长大之后 那因为它并不是种植在 这个土娘里面 它是根据边坡整个的话 生长而成的 那这一次的话不是只有这一棵 那也邀请到相关单位 一起来协助这个地方 来勘察一下 到底有多少是这样的路树 可能在后续还会有 可能会有危险的 及时危险的发生 所以就请着相关单位 能是否尽快的来协助 热利二街的三壁边坡 二度发生土石滑落意外 金融市副义长林沛祥 议员秦珍 郑凯玲 邀及的市政府公务处 区公所到场会刊 发现树木的根部太浅 建议市政府先进行移除 在这边要求市政府跟区公所 把这些仍然有公共安全疑虑的路数 尽快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有些的根部已经落落在外面 其实如果一大雨来的时候 马上这些树就会滑落到路上 造成公共的危险 甚至达到路人 这样实在是非常的不安全 已经连续了三次了 所以说这整个山坡的 这个寒土的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 祝福大家非常的紧张 那因为这次我们今天看到现场 它除了岩壁以外 它表层土的非常的浅 然后再经过下雨的那个润湿的 一个含水量 假如多的话 饱满的时候 容易把表层土的这些树的 一个冲刷下来 所以说因为树的一个膨胀 以它的成长 让它有它的重量 加上水的一个含水量 充足的话 那那个喷着力就差 所以是容易滑落 所以在此我们希望今天 我们公共单位来看 把整个这个区域的山壁 做一个彻底的大地计刺 来看察一下 到底在公共安全上 会不会有其他所谓的 后续的公共安全问题 也希望说有关单位 可以全面来审视 这一片山坡所有的路数的问题 是要怎么处理 然后有危害到安全问题的时候 请尽速先解决 到场会刊的公共处查看 确认山坡壁并不是顺向坡 针对安全有疑虑的树木 将进行移除 有关这个路段照明设备不足 将在研绎新设路灯 初步看那个应该不是顺向坡 因为顺向坡大概 那个颜面不会这么垂直 大概它会有一个坡度 那看到也没有比较明显的那个层面 应该不是顺向坡 所以这些树应该都是后来才在 再涨上去的 所以那个根都根系都蛮浅的 所以那个礼拜天那天才说 遇到下雨的话 那个树就滑下来 那目前是看到还有几根 大概两根也是同样的浅根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有些 比较倾斜的 那大概都是因为根系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公共所 这边就赶快来 派工来进行那个清理这样 这个路灯的部分的话 在中文里前里长的这一个任内之类 包括在我之前在当第一届的这个里长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提出这样的一个社区 只有一千多户到现在两三千户 照明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一次的抢灾的时候 也发现到因为没有照明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发生很多的困难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正视这三千两三千户的这个住户 能够有一盏这个明亮的灯 让大家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这条道路现在是完全都没有路灯的状况下 像那天救灾的时候 甚至还是用工程车的工程灯 来在客难的这样子救灾 所以希望说相关单位能够在这条路上 虽然是私人道路 但是已经公众通行使用20年以上的道路 能够加展两展三展的路灯 让我们这边的里民回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安全明亮的一个道路 上次在救灾的时候 因为没有路灯 所以导致说我们救灾的工程非常不方便 要抢通路段 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佩祥在这边会做出临时提案 跟秦义座 卡丽义座 跟我们其他市议会同仁一起 做出临时提案 然后希望市政府在这边用消防法规的方式 来去增设这边的路灯 好在这次土时 树木崩落 只有车辆受损 没有人受伤 由于山壁边坡 属于私人土地 现场是有警告标示 提醒民众注意车辆和自身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搜集YouTube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您的观看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代表